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美關係因為監測氣球的角力越演越烈 近日美軍一直在炒作 不明飛行物入侵領空一時 當地時間12日 美國軍方在密歇根州靠近加拿大邊境的幽輪湖上空 又出動戰機擊落一個不明飛行物 這是近8天之內 美國軍機在美加上空進行的第四次同類行動 而在中國山東青島植物區海洋發展局 12日向漁民發出通知 說日照附近海被發現不明飛行物正在準備擊落 請海上作業的漁船注意避險 13日內地互聯網傳出照片 說一個飛行物飛近解放軍北海艦隊漁池海軍基地 而這個不明飛行物體是極似美軍的偵察飛艇 有網民說解放軍近日在黃海北部確實有軍事演習 而且發現位置距離遼寧艦服役的基地都非常接近 不排除飛行物是附近國家或地區的軍用無人機或偵察氣球 內地知名時事評論員宋忠平就分析說 預計不明飛行物已經被擊落 這可能與解放軍的軍演有關 他又強調美國接二連三擊落不明飛行物 中國也將會先發制人維護國家安全 而在星期一的外交暴力行記者會上 發言人汪文斌可以說涉戰外國記者 並透露了不少新的信息 有記者就問到 不問發言人能否詳細介紹一下 美國氣球飛過中國上空的情況? 汪文斌回應說 相信記者提的這個問題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 中方願意再次為大家介紹一些事實 就是美方濫用自身技術 對全世界包括美國的盟友來進行大規模無差別的監聽、竊物 也是美方頻繁派顯艦機對中國進行抵近偵察損害中國主權 汪文斌指出 美方的氣球非法進入別國的領空並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單單是在去年以來 美方的高空氣球未經中國相關部門批准 就有十幾次非法飛越中國的領空 所以美方應當改緣更章、反攻自省 而不是抹黑指責中方 有記者就問 美國方面說 至今已經在他們國家和加拿大的上空 擊落四個不明飛行物 那發言人對此有什麼評論? 汪文斌就說 中方已經多次表明中國民用無人飛艇誤入美國的領空 完全是不可抗力導致的意外偶發事件 汪文斌說 至於記者提到的其他幾隻所謂不明飛行物的情況他並不了解 但中方要在這裡告訴大家的是 美方頻頻發射先進導彈擊落不明飛行物 這是用力過猛的過度反應 中方也注意到美國國內也有很多人在質疑 這種做法除了是耗費美國納稅人的金錢之外 又能夠為美國和美國人民帶來什麼實際的利益 他指出 事實上 美國才是全球最大的監控偵察國家 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間諜網絡 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的對象包括德國、法國、挪威、瑞典、荷蘭等 歐洲多國政要的短訊和通話內容 美國在近100個駐外市令館內暗示安裝監聽設備 對駐在國進行洩密 根據《信息安全新媒體安在家報告》披露 美國國家安全局在30天內就遠端竊取了 970億條全球互聯網資訊和1,240億條電話記錄 涉及各國大量公民的個人私隱 汪文斌又說 就在沒多久之前 納米比亞的海域發現了一艘用於收集水下資訊的美國無人艇 當地媒體普遍認為這艘無人艇實際上就是美國的間諜船 美國在世界上放飛了多少的間諜偵測飛艇和氣球 美國方面自己心裡很清楚的 誰是世界上最大的間諜監聽帝國 國際社會也看得十分清楚 再有記者追問 氣球事件似乎變得越來越嚴重 為了避免潛在的衝突升級 請問中美兩國是否在進行談判呢? 汪文斌重申中美雙方保持著必要的溝通 關鍵是要通過冷靜、專業克制的方式 妥善處理這次因不可抗力導致的意外情況 再有記者就問到 美方說他們認為這個氣球有能力對美國進行監聽監控 而中國就斷言拒絕這種說法 請問美方為何能得出這個結論呢? 發言人認為是美國得出錯誤的結論 還是信口胡編的結論呢? 汪文斌回應說這個問題最好還是要問美方恐怕更適合 美國國防部自己的聲明也說 這個氣球不會對地面人員構成軍事和人身的威脅 而就在近期中方也看到美方的相關議員也指出 這個事件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的 汪文斌認為記者應該去問美方為何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方依然要動用先進的導彈來擊落這樣的物體 這不是過度反應又是什麼? 有外媒就試圖就氣球事件下套 問汪文斌提到中國氣球進入美國領空 是受不可抗力影響的意外事件 請問現在中國在美國上空飄浮 以及在全球範圍內類似氣球的數量有多少? 汪文斌就建議記者在不掌握確切依據的情況下 不要做無端的猜測和聯想 關於中國民用無人飛艇誤入美國領空的事件 中方已經多次清楚表明了中方的立場 而美國商務部就六間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 理由就是他們可能參與了關於氣球間諜的行動 中方將會採取什麼對等的措施呢? 汪文斌就指出 中方一向都堅決反對美國對中國機構企業 以及個人實施非法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 中國民用無人飛艇誤入美國領空 完全是一宗不可抗力導致的意外偶發事件 中方已經多次向美方說明過有關的情況 但美國就濫用武力過度反應、升級事態 違反國際法精神和國際慣例 現在又炒作蒜染變本加厲 以此為藉口非法制裁中國企業和機構 汪文斌強調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中方將會採取必要的措施 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和機構的合法權益 聽完汪文斌和記者的對答 總結一下 第一中方透露了一些新的信息 就是去年以來 美方高空氣球未經批准 有十幾次非法飛越中國領空 言下之意不是中國軟弱 而是說各類用途的監測氣球周圍這樣飄 對各方來說似乎都是司空見慣的事 這次是美國刻意炒大事件 事實上用一架重型的F-22戰鬥機 發射最先進的導彈擊落氣球 想想也有點誇張 但美國由總統拜登到議員政客 就是要炒作中國威脅 中方唯有公開美方的氣球 曾經多次未經批准進入中國領空的事 引證了外交部所說的 這次是美方太不專業 純粹政治炒作 第二就是中方加大了對美國的反擊力度 既是叫美國要反攻自省 也暗奉美國政客浪費美國納稅人的錢 小提大做 再而就指責美國才是全球最大的監控偵察國家 美國除了自己繼續大玩擊落高空不明物體外 還拉上加拿大一起行動 又叫英國也發聲明 不過中國的對外政策 並不是跟著美國的政客來轉 繼續推進與歐洲的關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將在2月14日至22日訪問法國、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羅斯 並且應邀出席莫尼克安全會議 在中國專長活動上發表演講 外交部說 王毅止行會宣傳介紹習近平主席倡道架 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 講明中國將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並結合會議主題就重大國際問題介紹中方的立場 今年是中國歐盟結合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週年 王毅訪勾將會拉開今年中歐高層交往的罪幕 外交部說 法國、意大利、匈牙利是中國在歐洲的重要合作夥伴 訪勾期間王毅將會與三國政要深入戰略溝通 推動雙邊關係取得新發展、增進中歐戰略互信 並且就重大的國際問題交換意見 而莫尼克安全會議是具有重要全球影響力 國際戰略和安全政策年度論壇 針對當前世界變亂交織、地緣政治緊張的形勢 王毅今次參與會議將會就促進世界和平和安全 展示中方的主張 至於俄羅斯、外交部說 中俄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助夥伴 近年來在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下 中俄關係保持健康穩定發展的勢頭 各領域合作成果封石 訪問期間 王毅將會與俄羅斯方面重點就下一階段中俄關係發展 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等深入交換意見 中方也以此訪問為契機 和俄羅斯方面一起推動雙邊關係 繼續延著兩國元首確定的方向穩步前進 維護雙方的正當權益 為世界和平發揮積極作用 而外電的消息指 王毅訪俄期間 或將會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 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報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